招聚在你自己的面前 我们蒙了你的恩惠 我们也要寻求你的面 愿你此刻就你的面光照我们 用你的灵引导我们 愿寻求你的就寻见你 愿爱你的人形容 主你赐福你的话 我们感谢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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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一个工作日子早晨 我们都会一起有这样的五十分钟 前面有十分钟 我们一起来赞美神的话 中间有三十分钟 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经 那后面还有十分钟 我们一起祷告 那我们已经坚持了差不多有十年 我自己有在想 这十年我们讲过的话 如果能被记录下来 也可以是厚厚的一本书 但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只要跟着我们 这十年一起来聆听的 我相信我们就在很多事情上 变得有智慧 变得有智慧 所以我还是鼓励弟兄鼓励姐妹 无论多忙 甚至讲特别是在你忙的时候 更要花时间 磨刀不误砍柴工 来跟着我们一起赞美 来跟着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 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祷告 那这样下来 我们可能没有得到立刻看得见的好处 但是中文话说你行善 虽然没有立刻得到什么 好像那个回报 但是那些不好的事情 已经开始远离你了 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我们就不断的在这一个被罪恶充满的世代里面 用神的话 每一天洁净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向善 让我们的心向善 让我们的心被喜乐 被盼望 被力量充满 但是反过来 圣经说 那有些人心里面是恶的 因为他心里面是恶的 他们就每天想的 都是如何作恶 如何去害别人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设计作恶的人 设计作恶的人 看起来中国有词叫道貌岸然 看起来长得比那个皮特还帅呢 看起来长得比苏林还漂亮呢 但是他们内心里面 被其他的邪恶的东西所引导 然后他们所仇化的 都是去害别人的 那最后他们会落下一个 被称为奸人 那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跟弟兄跟姐妹讲 圣经在这里面说的是轻描淡写 说他们被称作奸人 那他们被称作奸人 讲真话 你只是给他贴个标签吗 从来没有这么简单 圣经里面一旦给你分了类 那就是不同的结局 所以所谓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也是在这里 所以你如果被称作奸人 不是仅仅给你贴个标签 如果你被称为奸人 那就意味着你的结局 也落在另外一个地方了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 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必须承认 这个世界被罪恶充满 这个世界被罪恶充满 这个世界你听到的 看到的很多的 都是很邪恶的事情 所以经常我们会听到 这个网络上的段子 来分享一个大瓜 没有一个瓜是好瓜 好瓜我们就不拿出分享了 来分享一个大瓜 所以这个世界 很多的事情是很恶的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耳濡目染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心里相恶 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经历过背叛 我经历过这个伤害 圣经里话说 跟我一起吃饭的人 用脚踢我 我掏钱请假吃饭 回到我原家 又这个搞一些事情 泼我一身脏水 我也是人呢 我也是有感受的 我也是有喜怀乐的 那我自然可能心里面 也会难受 也会痛苦 所以我甚至也想去报复 对不对 但是 今天就在我读经的时候 神就对我讲话 这里面有 你看这个 你仇敌跌倒 你不要换邪 然后呢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 他就在很轻松的时候 在你不经意间 就把真理住在你心里 所以我就反思 最近我的心态不太好 最近我想着 搞点事情 要不大家觉得我好欺负 但是 这种想法很自然 对不对 你有 我也有 所以今天 我们有的人以为 这个牧师是不是都是好人呢 这牧师如果都是好人 这世界就没有坏人了 所以 今天 我作为牧师 我必须要承认 我也 我也跟大家是一样的 你们怎么软弱 我也怎么软弱 遇到一件事情 你们难受 我也是人 我不可能不难受 所以 你们看见了不难受 那是修养 那是修为 那是修炼 但是 就我来说 我是有感受的 只是 你可能 生气 用七天 才能把气削了 我可能生气用七分钟 甚至现在七秒钟就好了 所以 还有就是 你生气 可能别人说什么 甚至上帝说什么 你都听不进去 你还活在你的 这个自我的痛苦当中的 但是如果我生气 甚至 我在这个 无意中读了一段话 这段话都能提醒我 神要让我做什么 那因为我心里面 有更多敬畏 我心里面有更多顺服 我就从那个 被愤怒 迷住了眼睛 被愤怒 蒙蔽了眼睛的这样状态中 转到 我再一次眼睛 被神的灵 擦亮 再一次 我认清 我看清 前面的道路 所以就在今天 我在读经的时候 我不知道后面 这段经文谁讲 但是我想 这段经文 不管谁讲 都很有力量 你的仇敌要低到 你不要欢喜 他尽到你心 不要快乐 为啥呢 因为一眨念 一眨眼 神的怒气 就从他深深转到你神来了 所以今天 我们如果对神有敬畏的人 那我们自然就会 调解自己了 哎呀算了吧 他倒霉就他倒霉吧 我也不用因子放挂鞭 对不对 那 不要罪恶的心怀不平 不要想 凭啥呀 我做了那么多好事 反正我还遭这么不好的结果 那他这个啥都没做 一下就摘了我的桃子 对不对 啊所以说不要为心怀病 不要不要嫉妒恶人 因为我想我们孙玲姐妹最近啥情况 我不知道 但前面前面就跟我讲 就讲 我说那个他这个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事情啊 结果这个领导说 你你走吧啊 给你另外一个工作 让别人来替你了啊 就是就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我在想的 这个无事不登三宝店 无事不登三宝店 那对啊 平时我也忙 林姐也忙 他没事 他不找我 他找我聊天 他肯定是心里面也难受啊 啊 但是今天我想 如果那个时候这段经文 出现在他眼前 我想他的情绪就不可能那么激动了 那我今天也是一样 我今天也是一样 所以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我想我鼓励我们的弟兄 我鼓励我们的姐妹 啊 圣经说 这个设计作恶的必成为奸人 今天 不是简单的你被称作奸人 啊 神是掌管生死的 神是信实公义的 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 你种下善 你种下义 你收获的就是善终 你收下的就是义果 但是今天同样 你种下的是恶 你种下的是害人 那你收获的结局一定是灭亡 一定是灭亡 所以啊 圣经在这里面讲的比较轻松 只是说好像贴了个标签啊 被称作奸人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自己啊 慢慢的啊 我在啊 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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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反思我在反思 我在反思啊 反思两件事情 第一次我自己啊 做牧师二十年了 那前面不见得都对 但是有一些是值得啊 这个肯定的啊 以后我们要继续坚持的 那有一些的确当时年轻啊 没有经验 没有智慧 那我们以后要调整的啊 要这个改正的啊 那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做一个教会啊 我们不是一个人 我们是一个团体 那我们以前有一些值得肯定的 那我们未来还要坚持 那有一些我们需要调整的 那我们也真的要 壮实断臂啊 如果你打字方便 你要打字 壮实断臂啊 我们要有壮实断臂的 这样的一个勇气啊 和能力啊 我们就是不好的 我们就坚决给他砍掉 那目的是为了 让我们可以刚好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最近我做一些反思 那有一件事情 我自己就很清楚 就是就是付出跟奉献 就是付出跟奉献 啊 我在昨天晚上 我跟我们以前的一个教友啊 应该现在也算是我们的教友了 因为还至少还跟我们联系嘛 对不对 啊 就是就像我们的线上聚会一样 有人是参加的 啊 有人是没时间参加 但是回头听录音 看录像回放的 啊 我们就聊天啊 聊天 然后他说他现在有一个资源 能给我们这个提供一点经费 我说那是好事啊 然后呢 我说 其实呢 我们还真这个不缺钱 为啥不缺钱呢 因为我们没有房租了 因为在中国很多教会也好 很多商业也好 最后你发现都是房奴 挣了钱 看来不少 交完房租没啥子 所以 我说我们 我们的经费其实是 是比较充裕的啊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支出 我们做了重大挑战 把房租这一块给砍掉了 我说 但的确2023年呢 啊 有点紧张 因为我们花点多了 那我们就想 就20中年的这机票 就几十万就进去了嘛 然后我说完以后呢 他来一句话 他说牧师整反了 不应该弟兄姐妹来美国 看你他们给你拿钱吗 你怎么还给大家拿钱呢 我说呢 你听过君想二字吗 我说 这帮弟兄 这帮姐妹 他们是有工作的 然后 大家是很忙的 然后教会了很多事情 人家都在做 我们还没给人家 一分钱工资呢 我说 大家来美国 我们一起聚一聚 我们一起来庆祝20中年 我来抽机票 有问题吗 然后他就说 哎呀 牧师你这么想 那就不一样了 我说 我如果不这样想 当然不一样了 我说 如果 如果每个人来我这 都是要 要给我钱的话 那今天 问题就是说 可能 人家愿意给你钱 那还不错 可能人家还不愿意给你钱 人家走了 教会散了 那我要钱 有什么用呢 所以今天 我既然是 靠神活着的人 我为什么要在意 人家给我捐钱 不给我捐钱 所以我们打字方面 我们打字 今天我们靠神活着的人 我们为什么在意 人家给我掌工资 人家不给我掌工资 今天我们靠神活着的人 我为什么在意 人家给我生职 还没有给我生职 今天我们靠神活着的人 如果神看不下去了 神会动用天地万物 来把资源给我们 来偿还我们的损失 我说 你看 我虽然花那么钱 你看你主动跟我联系 要给我点资源 要给我点资源 我说今天 如果我是光杆司令 就算你想给我资源 我也没办法承接 我说现在我中国有队伍 我说我在中国 有各种各样的事工 我们空中课堂 我们万二一期 我们很多很多 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对不对 我说我们有理由 去接受 对方的大额的捐款 我说这不就钱就来了吗 我说靠神活着的人 一定要有高度 如果你没有高度 就算你准说 你靠神活着 最后你还是 赢赢狗狗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鼓励进行鼓励姐妹 不过绝对不是一个 仅仅贴标签的事情 所以当牧师说 有些人格局小的时候 那你不是格局小那么简单 你格局小就意味着 前面你会有很多问题的 你前面有很多问题的 我今天早上一觉醒来 我收到一个信息 有一个人 我被提他名字 他第一句话说 牧师你所有的预言 都承认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么干 前面那个 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先告诉你 我说你现在赶紧踩杀城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就为情所困 哎呀 这个好爱一个人 好喜欢一个人 爱归爱 喜欢归喜欢 但是这个世界 不是你可以任性的 有钱都不能任性 更况你没钱 我说这样做 一定会出事的 所以这也就 也就是多说两个月 多说两个月 跟我讲 牧师你还愿意 打理我吗 原话 牧师你还愿意 打理我 我心想 我要不打理你 我早把你闪了 你现在还能给我发 微信 就是我愿意打理你 只不过这个时间不巧 你会发现我睡觉呢 等我早上睁开眼了 那中国已经半夜了 我想了 等讲完之道 我给他打个电话 所以今天 亲爱的 我说你格局小 你不是仅仅贴个标签 你格局小 最后你就收获 格局小的各种困境 所以今天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我们一定在2024年 一定在2024年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选择向善 我们打字 方便打字 2024年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选择向善 我做牧师 我带头 如果真的有一些 很伤害你自尊的事情 如果真的有一些 很伤害你利益的事情 如果真的有一些什么事情 你就选择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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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你能看得下去 上帝都看不下去了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上帝亲自来反传 所以今天 我自己有在想 两件事情放在一起 对一个 一个是别人 我作为牧师 我出于我的爱 我不是给每个人都说过年的话的 我不是给每个人都说 哎呀 听好听好听好 那叫忽悠 那叫不负责任 我必须告诉你这么干是不对的 虽然可能他不开心 离开我们一段时间 但是最后还是回来了 因为 因为 你走错路 最后就是无路可走 因为甚至说 只有一人的路 越走越光明 那对比的是另外一个件事情 王牧师的确一路上付出 最近有些人跟着我 去那去那去 最近的事情多 每一次吃完饭 我来买单 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 我吃完饭 孙领买单 在中国我都习惯 吃完饭 王云名誉买单 在中国我喜欢 上帝祝福你们 你们是我的榜样 现在在美国 吃完饭我去买单 不管对面做多大老板 我来买他 我来买他 就是花钱 但是就有人都好几年 这个不联系了 主动跟我说 那我帮你争取资源 对方是个很大的基金会 有很多经费 我说可以啊 我没问题啊 我说这就是 上帝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选择向善 因为我们的神是善的 因为这个宇宙的主宰是善的 我们选择向善 我们就跟上帝站在这一 我们就跟上帝站在同一边 然后这边就是恩典 这边就是荣耀 这边就是能力 这边就是得胜 但是我们选择做恶 我们选择去报复 我们选择这个 用伤害来对付伤害 那个结局就是 你站在撒旦那一边 而撒旦的最终结局一定是死 所以今天我们眼睛看不清未来的人 我们也在现在糊涂 打字方面打字 我们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未来 我们在现在就也是糊涂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真的是玄学 你说呀 牧师我现在都活不明白呢 你我关心什么将来呀 那正好反了 你不关心将来 你现在就活不明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不确定 我在天堂有一个位置 如果我不确定 我在天堂有家 那我现在每一天都活在担心 跟忧虑中啊 你说在中国咱也没房子了 在美国咱也没房子了 哪一天是不是房东 这个一不高兴 又把他撵走了 是不是 而且有的时候 还有小人作祟啊 到房东那里 说点仙言岁语 对不对 啊 中国人圈的也不大 搞来搞去的 是不是 那那你懂吧 我不担心 我一个在天国都有房子的人 我怎么怕在地上没地方住呢 所以今天有多少人敢打字 说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一个在天堂都有房子人 我们我们我们 我们为什么怕在地上没有地方住呢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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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就是一面之间 你是一个属神的人 你的盼望在天堂 你就很自然会行出这个善来了 啊 但是反过来 你属世界 你属血气 你只能看到短暂的现在 那就是各种争惊各种嫉妒各种痛苦 我记得大概去年我去墓地的时候还录了个视频 好 等会我把那个视频找出来 因为我在我那个视频号里也放 我说呀 一年啊应该去一次两次墓地 为啥呢 到这儿啊 一下就清醒了 你不管你多有权 你不管你多有钱 最后怎么样 都躺那了 都老老实实躺在那了 你争赢了 也躺在那了 你争输了 也躺在那了 那你说你争个啥呢 所以今天亲爱的 当取终人散的时候 你什么都拿不走了 我们能人能上天堂就不错了 林姐那个车 我不知道修好没修好呢 就算能修好再开十年 你问问他能开到天上去吗 所以我等我回中国把车捐给我 林姐大家举双辱哈利路亚 我们不是要给你们 这儿我又买个新 没问题 所以今天亲爱的亲爱的姐妹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也非常清楚 我也是一样 所以只要我有 只要你要 都是你的 今天我们盼望我们弟兄 我们姐妹 我们在2024年 我们我们立定一个行程 我们第一 照顾好自己 我们第二 多给别人机会 第三 我们等待上帝 给我们更好的机会 三句话 2024年 第一我们要照顾好自己 我们要照顾好自己 因为我们是蒙福的人 既然蒙福了 咱尽量多活两年 别早早心梗了 别早早被气的那个半身不随了 对不对 我们都是能扶的人 我们照顾好自己 我有一段话 等会我发到群里去 2024年 我有一段话 三个提醒 最近我也会请一些人 礼拜天替我讲道 围绕着三个提醒 我们就做一些专题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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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好自己 尽量给别人机会 等待上帝给我们更好的机会 否则就落在今天的咒诅里面了 设计作恶 成为奸人 咱们设计 反过来 设计行善 让自己好 让周围人好 然后靠着神我们更好 这不是跟主教导的 如出一辙吗 爱神 爱自己 爱别人像爱自己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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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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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iluyan Haliluyan